诶 绿色斑斑今天轮到你送盲盒 是的 给你盲盒 我来看看 斑斑幼儿园积木 先手是双面花园 想啥呢 自己打开看看 好吧 开箱 咦 两种颜色的积木 一个蓝色 一个绿色 还发现两个不同颜色的眼睛 还有嘴巴 到底是哪个斑斑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也没有猜出来 我把它拼出来 等会你就知道它是谁了 它好像有个大长腿 而且还不一样的颜色 你看看 哪个斑斑这么特殊啊 我越来越想知道它是谁了 你也想知道吗 或者你知道答案的话 打在评论区 我看看你对不对 我看一下 这位斑斑的身体也比较特殊 你看一边是平的 一边是有刺的 把它的脚安装上去 给你们看一下大长腿 他身体好高啊 灌下来 它会变魔术 等会把你变走 这个小不点整天来捣乱 诶 我知道它是谁了 它是斑斑幼儿园第四章的新角色 它叫花园小丑 也叫双面人 有着非常逆天的能力 这里把它的头拼出来 有多少朋友猜对的呢 花园小丑 双面人 小丑斑斑都是对的 你看小丑斑斑的头也是比较特别 两个颜色组成 而且它的头都是不对称的 我好喜欢这个小丑斑斑啊 你喜欢它吗 把它的表情都贴上去 积木创意拼搭喜欢可以点赞 关注 加收藏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 花园小丑 你好呀 绿色斑斑 你好 刚才是不是有个小不点踩我 是的 就是它 我给你表演个魔术 不敢了 不敢了 我就可以这样 她不替ch的 放红装 这是我们看